一辆白色休旅车被轰得像是马蜂窝 满是大小不一的弹孔 地上都还是炮弹残骸和血迹 卖车的展售中心也被炸得狂冒浓烟 玻璃碎满地 炮弹轰炸引发的火势都还没扑灭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处处都是被炸得粉碎的民宅 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做的好事 十月才过没几天 俄罗斯就对赫尔松发射了至少392枚的炮弹 炮弹不长眼住宅区满是弹孔 乌克兰宣称光是在10月1号这一天 俄罗斯在24小时之内 对赫尔松发动了至少71次的攻击 民众惊魂未定 无奈地看着家园权威 整个赫尔松市区 犹如遭龙卷风破坏过的灾难现场 但是俄罗斯会加大对赫尔松的轰炸 是和前线失利有关吗 乌军第36陆战旅在乌南 用自杀式无人机炸掉了俄军坦克 还在巴赫姆克附近的阿夫迪夫卡 用多管火箭炮攻击俄军的自走炮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2023年以来截至9月25号 乌克兰一共夺得了143平方英里的土地 俄罗斯则是331平方英里 而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俄军攻占的土地面积 仅相当于乌克兰领土面积的0.08% 代表乌克兰反攻虽慢 但俄罗斯的攻势也同样缓慢 但现在乌克兰最担心的是 开战以来的靠篩 美国会随时断金元 因为美国临时支出法案 剔除掉原本要给乌克兰的60亿美元资金 这代表乌克兰前线会断吹妈 因为现在不管是白朗宁 M2重机枪还是海马斯 都靠美国供应 资金正式卡关就怕日后军援也会被美国两党分析给阻挠 尽管乌克兰相信状况没到那么糟 美国至今军援超过450亿美元 可以说是完全牵动乌克兰反攻计划 要是一个卡关可能全盘皆输 不过与此同时 欧盟外长齐聚基辅还破天荒 首次将外长会议搬到欧盟边境之外举行 就是要力挺乌克兰 欧盟承诺会给予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证 泽伦斯基顺道开口要防空系统 继续为秋冬作战做准备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